大家好 這段時間美國確診新冠狀病毒肺炎的病人 屢創新高到三萬美四萬頭 相當之高 很多人在擔心究竟會不會有第二波的新冠肺炎爆發 今天就跟大家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首先要指出一樣東西 所謂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 並沒有一個很清晰的定義 原理我推斷應該是大家在疫情爆發初期 有些人將它想像成像流感一樣 就說有些季節性 過了一波之後就會靜下來 接著再來第二波、第三波 按照常識來想 如果要有第二波的話 第二波的size、case、number 應該要跟第一波差不多 或者比它更加厲害 才構成第二波 如果我們搞清楚 我們當這是定義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一看不同的地方 是不是真的有第二波爆發的傾向呢? 比如在紐西蘭過了24天 之後又有新的case 當然case 也不是很多 例如香港這樣計 是呀 我們偶爾會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有些新的case 那case 數量 比起最高峰期的時候 也有段距離 就好像零零星星的個案 那樣 好像這兩大地方來講 應該不能夠當作第二波 但是有些地方 比如在伊朗 就有機會真的看得出 一個第二波爆發的傾向 因為在伊朗 譬如在3月30日的時候 每天的case 大約有3千5個確診 那它因為那個數字 慢慢回落到 到4月中旬的時候 每天的case 已經落到1千以下 那些社會管制措施也放鬆了 但是最近 到了6月4日的時候 每天的確診的數字 又彈升到3千1百多 那這個就比較令人擔心 那在美國的情況 亦都是有些令人憂心 因為最近 它每天的確診數字 就屢創新高 那就是去到3萬美 4萬頭 每天都有這麼多新針的確診數字 回頭 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其實當初有些人 或者有些專家 將新冠狀病毒肺炎 想像成流感有季節性 其實是有少許隨意的 大家要知道 新冠狀病毒 和流感病毒 是非常之不同的事情 那你說 流感病毒有季節性 是不是新冠狀病毒 就一定有季節性 很明顯 就沒有一個必然的關係 那大家也要留意到 當年 2009年 有這個豬流感大爆發的時候 豬流感 就是一種新變種的流感病毒 一般流感病毒 都有季節性 但是這個豬流感 因為它有一個新變種的特殊情況 它那個季節情況 就沒有那麼明顯 夏天它會少了些 但是 絕對沒有消失到 其實現在也有些專家 覺得這個新冠狀病毒 並沒有像我們預期當中 有些很明顯的季節傾向 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香港 我們比較控制得好些 好像中間有一段時間 就靜下來 但是比如在歐美 南亞這些地方 其實一直疫情爆發以來 那個確診數字 都是一直不少的 那中間 因為有一些控制措施 是會將那個確診的數字 稍為控制了一些 但是 各個國家考慮到自己的經濟狀況的時候 有或多或少的放鬆措施的時候 那個確診數字很明顯又再升高 嚴格來說 在很多地方 第一波根本沒有過去過 又不存在是不是有第二波的問題 還有我覺得 其實大家就不要想到 我們好像什麼都做不到 就站定在那裡 等第二波殺到 去受把這樣的心態 很明顯 就是這個新冠狀病毒 它那個確診數字 跟我們的預防措施 做得足不足夠 很有關係 我們這邊的人 很廢解 為什麼戴口罩 有效果 但是這麼多人 都沒有做足這些措施呢 還有大家也都看得見 就是最近有些 比如在美國的示威活動 開始天熱的時候 在英國 就是在美國 很多人呢 就什麼禁令都不管 每個其實都有在沙灘 全都湧進去沙灘 說什麼 白天都這麼不穩 沒想到 那都是超好 明顯是非常難 為何大家 少微間小 Unten 更加不要說很多歐美國家的人 到現在這一刻還嘗試 這個孤身冠狀病毒 覺得它是普通的流感 覺得它只是影響老人家 這件事的想法 到現在這麼多個月 疫情發生這麼多個月 還這麼普遍 你都可以想像到 那些預防措施 大家真的不會認真去做 在這樣的環境下 無論它是第二波也好 大量新增的新個案也好 似乎都很難避免 總結來看 應該說 這個病毒在現在這一刻 它的傳染性 和引起病的嚴重性 並沒有很大分別 我不是很覺得 它好像有些人說 它已經弱了 不可怕 絕對不是這樣的 好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大家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就記得給個like 留言 還有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